大家好,台湾的谢长廷是驻日代表,他现在说他是叛台 国民党说谢长廷叛台,要求他回到台湾进行质询 日本福岛核电站废水排入大海这件事,谢长廷发表了不当言论 谢长廷没有批评日本政府,反而抨击台湾核电厂 同样将废水排入大海,引发了台湾岛内的不满 这种代表,你说你在日本替日本政府说话,结果你是领了台湾人的薪水 让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很搞笑,都想当日本人 谢长廷一下装不了了,我就想当日本人,我就想给日本人当狗 你说你们怎么能批评日本呢,你们台湾干的不也是一样的事 完了,一下子发现,每次领工资的时候发现,哎呀 我这工资条上面怎么写着台湾呢,哦,原来台湾人给我发工资 那我怎么骂台湾呢,哦,我原来要一直把自己当成是日本人 你看,所以我说台湾有很多人呢,这叫身在曹营,心在汉 一直想当是日本人啊,是不是志领姐姐,志领姐姐 志领姐姐终于嫁个日本人,你看 国民党谴责谢长廷叛台,要求民进党当局下令召他回台湾接受质询 台湾外事部门表示,已经转告要求返台,但是是否派遣专机 往返,需要等待台湾立法部门最新命令与正式通知 台湾外事部门的副负责人,叫田中光表示 目前已经将需返台报告台湾与日本外事关系之发展 与未来展望全数告知仍留在日本的谢长廷 但他也强调,谢长廷已经将他原先在脸书发表的争议内容 调整为台湾核一与核二发电厂也曾发生疑似含有辐射物质的核废水排放 引起鱼类大量死亡 针对台湾外事部门是否有强制命令谢长廷返台 田光中回应道,这需要台湾立法部门的正式通知 现在仅转告谢长廷,报告议程和开会通知 这方面有两层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防疫问题,我们获得日方知会 谢长廷如果需要返回台湾,则需要进行14天的防疫隔离 面对国民党提出质疑,谢长廷返台 是否能按照美国访问代表团的外事泡泡模式 田光中指出,泡泡模式必须由专机接送才被允许 也就是这部分内容还无法执行 但他提出具体建议,目前面对着有困难,需要克服 14天隔离也必须执行的情况下 我认为如果要硬性执行,那视讯质询是技术上能做到的 那谢长廷也紧急发电返回台湾 那田光中也代为念出,咱们听听谢长廷怎么说的 谢长廷说 一,台湾驻日本代表具有两大职责 首先是推动台湾与日本的外事 再来是推动相关对日本工作 二,驻日代表已向日本方面表达了台方的关切 并敦促日方秉持公开透明原则 向台方说明福岛核电站废水处理的过程 提供我们提早阴影 第三,谢长廷从未表示 接受日方说法也没有为日方背书 日本福岛核电厂ALPS处理废水排放物 是否有符合国际标准 应严格扩大台湾周边海域检测 四,谢长廷认为台湾当局是一体的 愿意配合台湾行政部门农业委员会的说辞 调整脸书相关文字 其4月9号脸书原内容为 因核一与核二发电厂过去也曾发生存储燃料棒 水池废水被处理即排放入海 他调整为台湾核一与核二发电厂 也曾发生一次含有放射物质的核废水排放物 引起鱼类大量死亡 五,谢长廷脸书称核心冷却水的用词应是 核心反应炉里的冷却水 国民党团批评谢长廷电报皆为废话 指出谢长廷作为台湾周日代表 并未向日本表达抗议 再来谢长廷没有向日方要求协议 未按照2014年台湾与日本核能安全合作备忘录 要求与日方展开协议 最后则是谢长廷完全没有展现出 想要返回台湾接受质询的意愿 谢长廷回不回来 我不关心 因为这个东西台湾内部的事 我看完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你说台湾人 真的我觉得挺悲哀的 这个梦想着跟日本做朋友 跟日本甚至成为日本人 但人家日本放核废水 是不是也要污染你台湾呢 连日本国内都在反对 日本的辅导都在抗议 台湾人没有抗议 特别这个台湾驻日代表 甚至听日替日本政府在解释 这个很有意思 我不明白 你西长廷你不领日本人工资 你替日本政府解释什么呢 是不是你解释完了 你在日本的工作没法做了 这是我唯一理解的 那也就说明 你在日本的唯一的工作 是讨好日本人 那西长廷你这个驻日代表 你是什么呀 你台湾有尊严吗 在日本 日本把你们台湾当成一个 可以交往的对象吗 那你们日本 你们台湾 你们台湾在日本的这些人 到底在日本哪天做什么呀 日本都不把你们当回事啊 你得哄着日本人 给日本人献媚啊 你才能在日本展开工作 那你们台湾人 在日本眼里是什么呀 完了自己 日本人瞧不起你们 自己还遭见自己 自己还遭见自己 你们台湾人呢 自己得好好相信 你们台湾现在做这些事情 可不可笑啊 你们台湾发生这一切 可不可笑 包括美国 包括日本 把你们当成盟友吗 把你们当成是朋友吗 还意识形态相同的 名分都不给你们 都不给你们建交 不给你们说一句好话 这个河废水这个事 你台湾不受影响吗 你台湾难道 你就这个放水以后 这河废水 你敢吃吗 这个鱼 你敢吃吗 我就想问问 你敢吃吗 你敢给你家孩子吃吗 这海鱼 你敢给你家孩子吃吗 我是不打算 再去吃什么海鱼了啊 河里边 湖里边养的还吃一吃 淡水鱼还吃 海里边我绝对不吃了 那以后不一定那个东西 那鱼吃过啥呀 那他污染物吃过一些 放射性变异的东西 鱼吃完了再变异 变异完 你再吃 你在变异了 西长廷一下变成林志玲了 是吧 西长廷说了 我终于可以嫁个日本老公了 终于变成日本人了 是吧 我可以变成日本妈妈了 变成小日本的妈 是吧 西长廷你可愿意 咋办呢 一下变异了 是吧 你变不了这个 林志玲一下变成啥呀 变成天皇了 一下长的西长廷 一下长成天皇的样子 那不更吓人吗 你看那天皇那样啊 没睡醒一样每天 早上起来那样 晚上睡觉前还是那样 真的啊 日本天皇很可笑 那小秘秘样啊 我看得想笑啊 好像每天就 眼睛没睁开一样 大家当一个乐啊 听一听 但我觉得这里边是个悲剧啊 就台湾人啊 台湾人被日本人这个欺负啊 这个欺辱啊 甚至你们台湾人选出这个驻日代表啊 这个献媚啊 这骨子里这个日化呀 这日本化呀 真他妈恶心 谁再跟我说台湾是什么什么 中华文化在台湾什么 是中国人 我去他妈的嘛 就谢天庭还配掉中国人呢 他也自己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以后别跟我提台湾什么中国啊 跟台湾话等号了 台湾有中国吗 你想想 像什么国内的这帮 像这帮天天讲这个台湾好话的这些人呢 我也希望你们自己好好认清楚一下台湾 什么中华文化在台湾 礼仪廉耻 台湾都有 是吗 是吗 你看看台湾现在这个样子 跟台湾是称雄到底的 哎呀 你别称雄完到完地 人家是结果自己心里想的是怎么 是吧成为一个日本人 那你说你多可笑 更可笑人家还拜什么拜中列祠 抗日的死在日本铁蹄之下 死在日本这个闸刀之下的 是吧 背一帮媳妇 希望成为日本人的后代 天天在这参拜 这是简直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笑话 最大的笑话 我每次看台湾 我看完以后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台湾你们怎么活过来的 你这么多年怎么活过来的 不觉得自己活着 这个憋屈不 你们台湾人 你还希望下一代也这么活着吗 这么没有尊严吗 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吗 台湾人好好想想